王女士的弟弟对姐姐婚内的生活知之甚少 也没有说出什么前姐夫具体的优点 只是笼统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两人和好的心愿 在家人眼里 三十多岁已经生养了两个孩子的王女士 为了第三方离婚实属胡闹 所以问及王女士的新感情 弟弟表现出了反感 李先生明显跟前妻的家人站在一边 他也强调 前妻和现男友根本不让人看好 王女士的现男友没有结过婚 还比王女士小了七八岁 李先生一寻思 他要是这前妻现男友的家人 肯定不能同意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他找到了南方的家人 希望他们棒打鸳鸯 找到了男朋友的姑父的电话 我说我是他的前夫 我说跟你的那个侄子有个纠缠不清的关系 他说我这边是不可能同意的 他说我家里坚决反对 你打电话找他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要做什么 找他就是把我这边的情况说给他 你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不甘心嘛 主要就是这点 主要一点就是不甘心 好像有点想挽回的那种余地嘛 他把我所有的包括忧郁症的那些病例 全部发给他家人看了 就是说我不健康 家人看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允许 好像你和那个男孩子的年龄 前面听李先生说也是有 对 相差八岁 你比男孩子大八岁 对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你用这种办法 你那个是我隐私 你怎么能发给别人看呢 那他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能看得到他真的是一个人品有问题 王女士对于前夫李先生的行为很鄙视 她无法通过光明正大的方式 让她回头 背地里联系现男友的家人 暴露她的隐私就是人品有问题 这样做只会让她对前夫更加反感 李先生这样的行为 还激起了一个人的愤怒 那就是前妻的现男友小罗 很快的 小罗给李先生打来了一通电话 可就是这通电话的内容 让李先生坚定 小罗并不是一个 值得前妻多库的好男人 他的男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打电话少了我家庭 他说你现在不是在你那里吧 你接回家过了跟他过了 我说就有这么容易 我说你破坏我家庭 就有这么容易轻而易举的 如果老过你 口谈上有点恐吓 他们不是在一起吗 为什么会跟你说这样的话呢 我也不了解 我感觉他太嚣张了 好像那个感情 没有那么坚决 就对方并不是像王女士所说的那么 那么真爱 山蒙海誓 对 山蒙海誓 我感觉那个男的也就是那样 我说你好像也听不出 你那个真爱在哪里 我不知道这段话 他没有跟我讲 他说的那些话 是因为他打电话去跟他们家里人说 本来他是一个男孩子没结过婚 家里人肯定会说很多攻击他的话 然后他爸爸也说了他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是受到了刺激 导致他那个时候在通话的时候 他会那样跟他讲 那个男孩子跟他爸爸 就是口头上就是断绝了关系 他好像他最早找的是他姑父对吧 本来是买了那个货车 在他姑父那里拉货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他把车也卖了 没干了 因为他很明确地知道 如果我在 他在他姑父那里上班 就不可能跟我在一起 所以这个男孩子为了你 工作也没了 对 跟家里人也闹翻了 对 我感受到了 他就是真的想跟我在一起 对吧